大家好,欢迎来到Learn to drive a new game,我是三文 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搞了一个师傅的聚餐 那师傅聚餐里面包括了些什么呢?不只是吃的 那我们就包括了 各位分享我们做师傅的经过,有些什么困难 我们也都请来了两位资深的师傅 跟大家分享考试的时候他的经过 做师傅有什么困难 也都在现场解答各位的问题 以下我就截录了一些花絮,想跟大家分享 不可以了,那我们马上去片 不可以了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没有突发事情出,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没有突发事情出 但是,你要回想,为什么没有突发事情出呢? 什么突发事情呢? 就是有些... 没有错 完全没有错 完全没有错 没有挑战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 相信我们师傅都会做错 对不对? 另外,我自己都试过了 或者我出了楼下之后才发现 为什么我这下没有忘了眼 你自己都会害怕受到眼 其实,个个都会有 所以,我不会担心你没有错 如果这个学生学可以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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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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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所以,怎样都会有 有多 有少 但是,怎样你都要 认识到 但是,会不会好像有少少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 会不会好像要小提大做那种做法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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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学生 你平时是教开这个学生 如果你是平时做得很好 但是,考试当日 你又特意去挑战这些东西 那你没有什么学生 会有什么心态 平时都没有发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不要把考试和上课的分别太極端了 对不对 我永远都觉得 你考试不是稍后提高分手 对不对 就算这一刻你真的通过了 其实,判断一下吧 你就会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建议 对不对 当然,每个师傅不同 每个学生不同 我都不一定会去挑战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没有其他问题 对不对 纯粹有些防充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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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连次博同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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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시다ic 我幫人做的一年 我們一年前幫女友考考 考考完之後 考官說我見不到你學生有進步 其實我們都是計算了 我們夾了差不多二十個小時 不斷夾 一會兒我會出口 我不會打單不會忘鏡 我會跟車探劫 到考試的時候 那條街沒有車 所以我會跟 然後我就糟糕了 我夾好了11個錯誤 幫不了他 如果我現在做第12個錯誤 他會不會看到我 我不敢做 我不敢做 所以都回應Ground Blended 要計算得很清楚 因為當你的學生幫你夾得這麼好的時候 如果那天突發的路面 真的沒有東西給你做 你不知道怎樣 他變成太好 或者變成見不到 都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想要留意 做得太好不見 另外第二個選學生 我有少少勤勉建議 不要選香港人 因為 就像Brandon或者Marie 在這邊生活了那麼多年 英文很好 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很多過來的香港朋友 英文都是香港水明 變成我們去考車的時候 他都會緊張 當我一碰他 兩句他就完了 咦?你剛才說 做得不好啊? 或者說 那個 你怎樣才推出得好些 他可能答應你 他不懂得再追蹤 那你再碰他 再碰他 碰得幾次 所以這些情況 找一個 你的夥伴 和你是 他英文好過你的 你 你批評少少少 他是這樣說的 我自己那個學生 他是一個本地老虎的英國女仔 不是英國女仔 他是靈里亞 直 但是英國大人 那英文是非常之難的 所以變成我 只需要說我少少的東西 因為他就幫我 保養我 說不到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考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緊張 有時候我都會說到一半 你寫了 你不記得那個英文是怎樣說的 就不記得做 我自己懂的 好像這樣 然後他會幫我保養 我說你是不是想這樣說 反而 一個這樣的學生 比你的課程更重要 你那個課程要怎麼做 還有那個 上課的氣氛都很重要 我記得我考完之後 那個 課程是說 做得很好 因為整個課程的氣氛 是很開心的 就是覺得那個學生 今天上來真的享受 而不是考試 所以這個都很重要 最後就要分享那個關於 Db 餅 或者B餅 真的要提早一點 回去的考場 給自己有一個時間 去Db餅 我記得我第一次試試 是我遲了回去 然後跟著 我 我應該叫準時45分鐘之後 回到去 但是那個校官已經不耐 讓我Db 餅 他已經蓋上這個本房 打開了門 看著我 所以我繼續在這 因為我知道我還沒講完 然後 然後我學生 那時候有關於 Lectional Speed Limit的 不清晰 但是那個校官已經沒有 讓我解釋完 然後他直接跟我說 你就是解釋不清楚 那個學生不懂得 Lectional Speed Limit 所以我就 在那裡失去學編分 所以都要預足一些時間 去補充 那個學生 可能做得 或者是不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第二次 我就留了很多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的時間 回到去 雖然那個校官 還是蓋上了那本房 還是在等著我 但是都叫做 講得完我自己要講的 那我想分享就是 學生的問題 謝謝 那就多謝我剛才先 其實剛才一點 他講得很好 就是 很多香港過來的教師師傅 他們身邊的是香港學生 上課的時候 來學校的學校 其實我考慮過一段 就是當你去考試的時候 那個校官是用英文的 甚至到學生去考試的時候 都會學英文 都會講英文 所以我自己都是香港學生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那車停了 你給我解釋 我可以用回 不是你的語言 但是當車移動那一刻 就是全英文 就是我 我就是 那樣的 如果他有問題 就問我 沒有問題的 放在一邊 再問我 因為真的 當你 如果你不是很純熟 整天都是講開的話 當你考試的時候 你會更加緊張 就一定不會回答到 所以我會建議 就是盡量 就算你上課的時候 用了些問題 這件事都會更加緊張 還有其他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 對 通常你說 你用了三十多分 其實這個 是接近三十多分 對 那你覺得哪件事 是做得最好 所以有多少分 我覺得哪件事 最好 最好 取得三分 你不知道 對 整個測試中 你覺得哪件事做得最好 所以可以獲得一分 哪件事的分數 我 我 那個 測試中 他給我的 學生想學到的 所以是 Lesson Planning Lesson Planning Lesson Planning 是其次 Area 你要熟悉 四八身 我哪裏可以 Glover 我哪裏可以 安全地 和學生說 這件事 我轉完 這個彎之後 如果要 fix 這個minor 我會有 一條大直 可以給他 和他有 對答 這件事 對 那你中間有一段 路 就沒有事 沒有事做 這時候 就是要你 推他Avance Question Avance Question 有很多問題 可以問的 我剛才說過 那條線 或者 Rode Sign 三個型 圓形 寫什麼Rode Sign 有什麼要留意 這些我可以說 中間地下 有些Hatchet Markings 打斜的斜線 我 PART 3 就用了這個 右邊的 Hatchet Markings 代表什麼 有什麼情況 我們可以進去 我們應不應該進去 我旁邊是虛線 什麼時候會見到 實線 Hatchet Markings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應該怎樣做 例如 就是這些 其實 Avance Question 有很多 救護車是另一種 你聽到藍燈響 就立即問他 聽到藍燈 或者見到藍燈 就立即問他 OK 什麼事發生 他們會去哪 如果他們在我們後面 可以做些什麼 盡量問 不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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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過程最好 不要告訴他 不要超過指導 最好全部都是用 Prompting Question 去找 不斷幫他 我知道我們是教車的 很多時候 都是很口快的 跟他說 他說 現在應該要做這件事 看著這件事 小心點 我們 考拔飛行士 盡量 除非 很需要 去Prompting 但如果 要指導他 其實你的Prompting 已經錯了 Examler 就會看到 盡量Prompting 跟著這個問題 就剛剛接著你 你暫時沒有教學的經驗 你的學生 在第一個 mini round 辦 Hesit page 他 Hesitate 之後 你說了什麼 他Hesitate 之前 我說了什麼 不是 之前 或者之後 我會 駕駛到去 很慢 沒有車都不出 然後 走了 然後 你會問他 什麼問題 令到 他再做了什麼 展示到 他有4% 其實他Hesitate 他不是Hesitate 很多 因為他是 收慢 比不需要 收慢 然後 他用多了一秒時間 去轉 我 Approach 那次 問他 因為 mini round 轉了 沒有右邊 我問他 where the danger is coming from 第一條問題 問他 where the danger is coming from 然後他說 對面 因為priority is on the right 他說對面 然後第二個問題 are we safe to go 然後 他也 蛤了一會才去 那 就因為 他是蛤了一會 但是 你見到 整個situation 其實他會 make the decision 慢了少少 我是 可以說 沒有follow up question 我變相 但是 我 跟著那條 問他 是問他 exit round about 要看哪裏 where is next danger coming from 因爲他轉左 我就問他 where is next danger 他就 逼他看 他要出口 前面有沒有車 which 我的 situation 前面就有幾個park car 他就要看 即是 你會踏我 有park car 你會看中鏡 有鏡角 rather than 再fixate 在後面 which 他已經沒有少 他是有少量hesitation 要show 他看有hesitation 但不代表 那些少量hesitation situation 可以 需要再側 他 他 他不止有進步 我直接是要他 coventry driving 他一到達到 他一到達到 叫他coventry drive 他approach 要做什麼 看什麼 什麼時候做 全部講清楚 他的decision 立刻 告訴我 我完全是 臨到尾 我不用出聲 他就全部 自己coventry drive show到 他懂得 make the decision 之外 可以communicate 都告訴你 他做到 我是 去到這個level 他臨到尾 如果各位對做師傅有興趣的話 不妨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你可以去我們facebook網站 或者可以去我們的whatsapp group 我們都會很歡迎你進來 也會解答你的問題 下次見 拜拜 不要走 另外在2024年的2月3日 星期六 我們在Norttingham那裡 投了個年宵攤位 我們會送些禮物給大家 資料我將會放在旁邊 這裡 你們可以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來攤位那裡找我們 拜拜